现在还讲说 投给黄珊珊就是投给陈时中 所以这明天要偷偷气保 每天讲别人的时候都在讲自己 只有你的政党可以非赢不可 然后别人都是谁 都是你的附庸 我觉得这个观念早就已经很落后了 有一份民调就是说 在港湖区 港湖区是你的本命区 这个毫无疑问的 那在港湖地区 陈时中他的民调是暴冲到第一 所以游淑慧他分析说 早在半年前他就注意到这种情况了 是因为蓝绿基本盘是6比4 所以你跟这个 讲完之间就有所谓的排挤了 那所以认为说 这边你有分到蓝郡的票 所以让陈时中坐享一涌之力 这一篇很明显是要操作气保的 他想把你气掉 是啊 他就是说你看这样会分掉 现在还讲说投给黄珊珊 就是投给陈时中 已经砍出来了 我们敢这样喊 然后我就说 那请问他们找得到投给蒋万万的理由吗 你找个理由是投给你的理由 而不是一直在讲别人吗 重点是在于 投票是什么 给我一个投你票的理由 你找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好 是啊 这个好 破解了 投给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告诉我嘛 而不是在那边 讲东讲西 讲东讲西 然后呢 投给你 很简单 这 我们大家回到八年前嘛 回到以前 只有蓝色 大家忘记 他为什么被气掉的吗 对 他为什么丢掉政权的吗 对对对 大家忘了吗 没有忘吧 没有忘 没有忘 所以 这明显要偷偷去吧 每天讲别人的时候 都在讲自己啦 对 OK 你问我啊 我就觉得 问到了 我都觉得 我就觉得很好笑 很有趣啦 就是说 大家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都好像忘记中间 其实已经发生过八年的变化了 是 这八年 台北市是没有颜色的 是 所以无党籍的策略是 也是打过这些 因为台北市没有颜色 而且地方首长 我们本来就应该 放下自己的意识形态 还有政党利益 我们在台北市 已经是联合内阁 我们台北市 我们的局处首长 民进党的国民党的 像我 我们都在一起工作 没有分国彼此 这已经是一个 非常进步的时代了 就我不晓得 这些人为什么还停留在 八年以前 只有你的政党 甚至更早以前 对 只有你的政党可以赢者全拿 只有你的政党 可以 非赢不可 然后别人都是 谁样 都是你的附庸 我觉得 这个观念 早就已经 很落后了 下车 然后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跟我们下车 一起去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